大家好,英国的朋友早晨 今早6点,天已经光光了 如果大家做不像遮光窗帘,可以考虑用纸皮顶住 最终也要做窗帘 今早英国不同地方,天气变化很大 有些地方气温只有1-2度,但有些地方气温有10-8度 如今日很多地方都会有阳光 下午气温会升上去,有些地方升到17-8度 天气都暖了很多,春回大地 一起看看3月22日英国的天气 先来看看观众和大家分享的相片 VTEM在星期六时候拍到一些形状相当特别的云 这些像是一些散了少少的甲状云 Venticular Cloud,也有飞蝶云之称 大家就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这些情况 而Anna就拍到樱花盛放,春天来了 Maggie就留意到现在越来越多少昆虫 今早6点半钟,太阳已经直射入屋 看不见到花盛的导影在牆上 多谢Carol为大家分享这个相片 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 英国东面有个宫瓦尺,西面有个低压区 但低压区会逐渐减弱 越来越受到宫瓦尺所支配 英国离人几天,风越来越小 天来越来越好,会有很多时间见到阳光 在卫星雷达拼图见到,今早早基本上 英国都没什么雨 云量有些地方比较多些,有些地方比较少些 普遍来说都是多云和有些薄霧 不过日间太阳一出来,薄霧就消散了 今早早苏格兰气温是两三度 英格兰中部的地方只有三度 但云比较多的地方,气温比较高些 有些地方上到10度左右 预计今日日间,虽然有些云 但云不算很厚,日间都长时间见到阳光 气温升得相当高,苏格兰气温上到16度左右 英格兰部分地区,特别是东部,气温上得更高 会上到17-18度 看看英国气象局的城市天气预报 Belfast和Glasgow今天都是阳光普照 气温都是15度 Edinburgh今天部分时间见到阳光,气温是11度 Newcastle今天长时间都见到阳光 气温会是14度 留意一下Newcastle的空气汇染指数今天会是高 Lis今天都很多时间见到阳光,气温会上到17度 Sheffield部分时间就见到阳光,气温是16度 Liverbo今天都是部分时间见到阳光,气温是16度 Manchester多云少少,不过有些时间都见到阳光,气温会上到17度 Norningham今天都是比较多云一些,下午的阳光会多一些 气温是17度 Bemingham也是今早比较多云,下午就多些阳光,气温是17度 Norningham今天都是比较多云少少,中午开始会多些阳光,气温是16度 Norwich今天全日部分时间会见到阳光,气温是16度 Cardiff今天都是阳光充沛,气温是15度 Bristol今天都是天晴,气温是16度 Exeter今天都是天晴,气温就比较低跌,只有13度 Servantan今天都是长时间见到阳光,气温是14度 Randing今天天晴,气温上到16度 London今天都是很好天,气温会上到17度 欧中预报,接近几天气温都是大上大落 日间气温北部都会12度以上,南部更会上到15度以上 不过到下星期气温就会跌一些 春天都是炸暖还汗,冬天山就不用收住 总结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回暖,气温会上到15度以上 年几天日夜温差都比较大,一族一晚天气比较冷 但下午气温都有十几度 今天天气说到这里,请大家分享,点赞,留言 还要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再见